关羽以死来成就自己的理想 而刘备 曹操 孙权也都得到了各自想得到的 所以关羽之死称得上是皆大欢喜 四方多迎 关羽死后不久曹操也去世 于是曹丕 刘备 孙权纷纷称帝 每次看三国演义 看到关羽之死的时候 总是觉得有些蹊跷 北有曹操 东有孙权 关羽孤军北上 身后没有任何支援 不是找死是什么 就算关羽看不明白 刘备看不明白 诸葛亮也看不明白 后来总算明白 其实刘备看明白了 诸葛亮看明白了 关羽也看明白了 就连曹操和孙权也都看明白了 关羽不死 大家的日子都不安生 关羽死了 大家都放心了 所以整个三国演义 其实核心就在关羽之死 小编总结 所以得出的结论是 关羽死于谋杀 那么是谁谋杀了关羽 为什么关羽必死 首先说说为什么关羽必死 这不妨从羽羽之死说起 羽羽是最早跟随曹操的谋士 在曹操谋士中排名仅次于国家 对曹操忠心耿耿 立下许多功劳 曹操对他非常尊重 羽羽家族四十三公 家族地位远远高于曹操 因此羽羽对于曹操的贡献 还包括羽家江湖地位 给曹操带来的好处 可是羽羽这个人帮曹操的目的 是助其匡扶汉室 到后来曹操封位王家九夕 羽羽发现他有篡夺汉朝的野心 于是站出来反对曹操 结果曹操大怒 羽羽就自杀了 为什么先说羽羽 因为关羽和羽羽是一类人 关羽这人没事喜欢读春秋 讲大意他追随刘备固然有兄弟义气的成分 但最根本的还是希望能匡扶汉室 刘明千古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那就是关羽被曹操俘获后 曹操封他为汉寿廷侯 名义上是汉宪帝所封 实际上是曹操封的 对于这个封号 关羽十分看重 毕竟这在名义上是汉朝所封 自己从此算是汉朝的官员了 后来离开了曹操 按理说关羽就应该避免 再提这个汉寿廷侯 以免刺激大哥刘备 因为在刘备眼里 这就是曹操封的 可是关羽依然高调 自称汉寿廷侯 大旗上秀着汉寿廷侯官 在他看来这是荣誉 可是大哥眼里 这是曹操给的糖快 华容到关羽 私放曹操后 其实刘备心中就有点凉了 看来这个老弟有点靠不住啊 关羽为什么私放曹操 有义气的成分 可是还有更深的考虑 假如刘备杀了曹操 那么刘备很可能 就会是下一个曹操 诸葛亮料到了 关羽会放曹操 因为他知道 关羽的目标是匡扶汉室 为什么料到了 还要让他守最后一关 因为他知道当时的情况 三足鼎立才是最好的结果 那么为数吴三家 头痛的事情是什么呢 到刘备娶了西川 诸葛亮法政等一班兄弟 极力劝说刘备成帝 可刘备拒绝了 先自封了汉中王 为什么 因为关羽这时在荆州呢 自己要是称帝 等于是逼关羽投降曹操 可就是自封汉中王这件事 关羽心中也很不满 没经过汉县帝批准 这就是剑阅 所以刘备封关羽 为五虎上将之首 关羽不肯受命 你去看看当时关羽的表现 三国演义 其实写得很是传神 当废师带着刘备的任命书 来到荆州的时候 关羽直截了当地问 汉中王封我何绝 语气中明显带着不满和不屑 因为他知道 作为王 刘备是没有资格封决的 之后听说自己 被封为五虎上将之首 大怒 关羽的反应很不正常 虽然最后关羽 勉强接受了封号 其不满已经昭然若揭 废师一定把关羽的反应 原原本本告诉了 刘备和诸葛亮 对于刘备来说 这时候很难做 让关羽进四川吧 那今后一定闹翻 关羽恐怕就是 寻遇的下场 自己则落下 过河拆桥的恶名 让关羽继续镇守荆州吧 保不定什么时候 就投降了曹操 怎么办呢 这时的孙权也很挠头 因为关羽 占据荆州 随时可以顺流而下 攻打吴国 曹操也很头疼 因为荆州为战略要冲 随时能够北上中原 攻击许昌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 关羽就成了 卫属无三家 共同头痛的一个人物了 但是关羽本人 也很头疼 跟着刘备干吧 那就是汉贼 投降曹操吧 恐怕也是汉贼 投降孙权吧 那也是汉贼 自立为王吧 那还是汉贼 怎么办呢 最不想当的就是汉贼 可是条条道路都写着 汉贼两个大字 曹操想了个坏主意 派人去穿梭 孙权出兵攻打荆州 孙权不是傻瓜 他也知道关羽不好对付 所以回信给曹操 建议还是曹操去打荆州 结果曹操和孙权都不打 但是暗中都在做准备 说起来诸葛亮最坏 他让刘备败关羽为前将军 起兵取襄阳 关羽不是傻瓜 他知道起兵取襄阳 就等于攻打曹操 而身后是孙权在虎视眈眈 问题是前有曹操后 有孙权的情况下 大哥刘备竟然没有派几个兄弟 来撑场子 以一己之力 对付曹操和孙权 行吗 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假装 有条件也要上 在北伐之前 关羽其实做好了两手准备 好的一手是一路顺利剿灭曹操 然后扶持汉是一统天下 坏的一手是战败而死 这两种结果都不是汉贼 所以关羽依然北上 刘备曹操孙权 其实都怀有同样的期望 关羽千万别取胜 关羽出兵取繁城 随后水淹三军 秦鱼进展庞德 威震天下 曹操是吓坏了 甚至准备迁都 可是司马懿看得清楚 他知道在位数吴三家 都不希望关羽走得太远的情况下 他一定走不远 孙权行动了 吕蒙白一入荆州 习取了荆州 试想如果此前诸葛亮派赵云来守荆州 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前方强弩之末的关羽 终于被徐晃击败 于是退守卖城 这时廖化前往上庸求援 上庸守将是谁 刘备的干儿子刘峰 刘峰竟然拒绝救关羽 这就让人看不明白了 如果没有刘备 或者诸葛亮的明示或者暗示 他敢不救关羽 就这样 正面曹操 背面孙权 再加上刘备不救 关羽纵有三头六臂 也不能不败了 终于关羽被吴国索秦 到了这个时候 关羽是决定要死的 最终被杀 也算是求人的人 关羽以死来成就自己的理想 而刘备曹操孙权 也都得到了各自想得到的 所以关羽之死 称得上是皆大欢喜 四方多阳 关羽死后 不久曹操也去世 于是曹丕 刘备孙权 纷纷称帝 关羽死后 刘备杀了刘峰 算是做个姿态 而刘峰无疑是做了替罪羊 但是很显然的刘备 有些良心发现 深感对不住关羽 于是出兵吴国 为关羽报仇 在关羽这件事上 刘备对诸葛亮 恐怕有些不满 所以诸葛亮上表 劝他不要罚吴的时候 刘备至表于帝 断然拒绝 这样的事情在从前是没有过的 也正因为对诸葛亮不满 刘备伐吴竟然不带诸葛亮完 明显的是不信任 当然一切历史都无从印证 只有厉害关系 历历在目 罗冠中则早已经看透了一切 该埋的伏笔都埋下了 只看我们能不能领悟 到此结论昭然若揭 诸葛亮谋杀了关羽 刘备 曹操 孙权都是帮凶 整个三国期间 他们共谋作的 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谋杀了关羽 也许正因为如此 关羽最清高 所以唯有关羽 背后人是做神人 武才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家里人